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饼妹 今天教大家制作葱油饼 葱油饼也叫手抓饼 怎样制作,葱香四溢 凉了也不会硬,酥脆可口 下面呢,咱们开始制作 首先呢,一斤面凄凉水 咱们和好的面呢,给它醒30分钟左右再使用 取一块面剂子呢 咱们给它拍成一个长片 拍以前呢,咱们给它对折几下 然后让这个面嘛,有点劲 用油酥 油酥的话是用热油炸面 咱们给它抹一层油酥 如果说咱们不愿意用这个热油炸的话 直接用那个 使用油,拌点 拌点面粉也可以哈 根据咱们自己的口味呢,然后来点盐 放点小香葱 也可以放大葱的哈 就是这个香葱的话 要比大葱的那个味道要好 咱们给它叠起来 叠起来以后呢 给它搓成一个长条 具体手法呢,咱们就照视频上这样制作就可以哈 从一头呢,咱们给它卷起来 有的地方呀,叫葱油饼 有的地方呀,叫那个草帽饼 也有的地方呀,叫手抓饼 呃,你们那边叫什么呢 做好的机子呢,咱们给它醒两分钟再擀 呃,锅里要放油哈 锅温是上下200度 呃,这个是呃,锅底要放油 如果干锅的话,烙出那个饼来就太硬了 所以说咱要先放点油 锅温上下200度,热锅上饼 没有锅温显示的呢,你就给它预热就可以 千万记住是热锅上饼,不是凉锅上饼哈 好了,擀好了,咱们上锅 从一头卷到轴上 然后咱们再把它放到锅里 咱们再给它倒开 整个烙制过程呀 也就是四分钟左右 一面两分钟左右吧 呃,不要时间太长了 时间太长的话呢,就容易把这个饼给包干了 哎,微微变颜色了 你看,咱就立马刷油翻个 这个时候刚刚好 如果说烙制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底部,底面都已经特别硬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哎,大家注意看这个火候哈 哎,这个火候刚好 如果时间长的话 翻过来的这一面 如果时间长了 翻过来的这一面都已经硬了 就不好吃了 好了,再盖锅两分钟左右 香喷喷的葱花饼 葱油饼出锅了 你们学会了吗 如果你也喜欢吃面食的话 你也喜欢面食制作的话 可以在家里学着做起来了